在影片開始前 不要忘記按下你的訂閱 並且打開小鈴鐺 開啟全部通知 這樣你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次影片喔 那我們就進入今天的影片吧 大家好 角頭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可以看到這個場景的開頭呢 大家應該已經非常清楚 今天的主角就是我們的超高人氣小蘇啦 那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呢 烏龜到底可不可以聽得懂人話 那目前我們在平常跟小蘇的相處上來說呢 因為小蘇是在這個外面整個空間 都是他的活動範圍 那小蘇的小木屋在這裡 平常我們要餵食其他烏龜 或是要做什麼動作 或是清洗外面的時候 基本上這個鐵門砂門 就會必須打開 那這個時候小蘇他肚子可能會很多的大便 所以之前就很多的朋友在問我說 欸 為什麼不讓小蘇進來 因為可能有其他朋友已經有看過我 跟小蘇說不行喔 然後他就不會進來 那我不知道其他的觀眾朋友有沒有發現這個非常厲害的點 就是我們長期跟小蘇的相處下來之後 以前小蘇都會越過這個 自己慢慢爬上來 然後大便就會弄到處都是 在裡面跑來跑去跑來跑去的 那經過了長時間培養 現在已經你就算不講 他也不太會上來 如果他一隻腳放上來 你跟他說 小蘇不行喔 他就會放下去 那今天來實際測驗給大家看一下 小蘇到底有多聽話吧 GO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小蘇一樣有 不負重望的把地板弄髒啦 昨天才剛洗好的啊 可以看到他現在在裡面 那 基本上他是絕對不會走進去了 就算他等一下先讓他出來 以為我們要弄吃的給他之後 他就會在外面 巡邏 小蘇 過來過來過來 嗯 很可愛喔 其實光可以叫他出來 以及可能摸摸頭啊 這些很多朋友就覺得 欸 沒有辦法 那其實都是需要長時間 我們去跟烏龜做一個互動 長時間而來的一個默契吧 那如果想要知道怎麼樣 很簡單的跟他們培養感情呢 可以點我右上方資料去看一下 與烏龜親近的兩種好方式 小蘇 那我們現在實測第一個測驗 我們直接走進去堆在門口 看他會不會進來 那現在可能剛剛在偷偷睡午覺 還沒有很清醒 摸摸 已經成功了吸引他的注意了 哎呦啊 靠過來喔 會不會漏掉呢 對 基本上他只會在 頂多踩到這個紅磚的地方 不會踩到鐵的地方 你看他非常怪 他現在已經知道不能進來囉 不過他還是想要進來看一下 我們先不要出聲制止他 不行喔 小豬不行 欸超乖 你看他還是會 他每次都這樣喔 你看他說不行 他還是會偷瞄一下 看你有沒有找他 鬼靈精怪的 一直回頭偷瞄 對對偷瞄 那等一下就會再繞回來一次 然後你就打算 跟他說不行喔 然後他就會 偷瞄偷瞄偷瞄 那我們現在呢離遠一點 讓他 不要這麼 看到我 然後讓他覺得 欸這個門是開著的 退後 然後我去跟他做一個稍微的互動之後 直接走進來 看看他會怎樣 好了我人現在直接走掉 我在這邊放了一片葉子 看他會不會想要進來 他現在看到我 你看你看 一般的動物應該會繼續往前 看有沒有得知 他知道這邊不能進來 他直接轉頭就走了 然後又在偷瞄 他一定會停在一個 剛走兩步的地方偷瞄一下 那我們現在呢來測試一個 終極大魔王 我們拿著食物 讓他在我手上拿著食物 走進來 讓他已經爬一半之後 跟他說不行 看他是不是真的不會進來 放棄我手上的那片食物 終極大魔王測試 GO 走過來 這個太魔王了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會不會通過 這個太魔王了 不行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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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上來 不行 不可以進來對不對 不行喔 對 乖 不行 你看又在偷看 又在偷看了 不行 不行喔 哇 太乖了 受不了 真的太乖了 來 給你一個獎勵 真的太乖了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我們小叔的測試短片 讓大家看看我們小叔是超級超級乖的小烏龜 其實我覺得每一種烏龜多少都可以 有一定的互動程度 那基本上小叔這個已經 像小狗了 超級像小狗 會塞奶啊 會幹嘛的 那希望讓 還沒有這麼了解 這些物種的朋友呢 可以奪對這些 烏龜呢 這些爬蟲類 多一些認識 其實他們 雖然是 以前說的人血動物啦 但他們其實 不是那麼的人血的 好啦 如果想請影片不要分享 並且訂閱可以打開 就等到小鈴鐺 當中一發布影片就送中之後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好可愛 太乖了啦 不喔 非常尤其